天然气价格飙升导致电费猛涨iSwitch 昨天宣布将在下个月11号暂停零售业务 9万个家庭账户将转移到新能源集团 公司发表声明说 过去6年为本地消费者节省了超过1亿5000万元的能源费用 有报道说 Silver Cloud Energy也打算退出开放电力市场 另外有3家能源的零售商已经停止接受新客户